阿拉巴马州劳德戴尔县当局正在寻找一名狱警和一名被控犯有谋杀罪的囚犯 他们于上周五早上失踪 请看本台记者黄美子的报道 阿拉巴马州劳德戴尔县狱警维基怀特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上周五上午9点30分左右 当时狱警维基怀特将囚犯凯西怀特从监狱中带走 本来是要把他带到县法院进行精神状态评估 虽然狱警和囚犯有着相同的姓怀特 但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他们从监狱出来后并没有在县法院出现 上周五上午11点左右 狱警维基怀特的空巡罗车 在当地一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被发现 狱警的官员开始担心并试图联系他 但他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 犯人凯西怀特并没有被送回监狱 凯西怀特身高6英尺9英寸 因谋杀罪入狱十分危险 如果他制服了狱警并抢夺了他的手枪 事情将会变得很可怕 目前警方正在从三个角度处理此案 第一种 狱警维基怀特是否被压制和绑架 第二种 狱警维基怀特是否主动协助犯人凯西怀特抬跑 第三种 如果狱警维基怀特帮助了囚犯凯西怀特 他是自愿这样做 还是被迫或威胁这样做呢 到目前为止 此案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阿拉巴马州警方希望民众保持警惕